腾讯体育时月五日时,在距离伦敦2500公里以外的巴库,阿森娜在战胜卡拉巴赫之后将连胜记录延续到巴场。 在温格一队之后,媒体一度认为阿森娜会像曼联一样陷入泥沼之中,但不论是巴联胜还是三名球员同一战斗打入橱子球,都证明了在艾美里的指教下,阿森娜已经迅速走上了正轨,帕帕斯塔索普洛斯的枪手橱子球可谓来的全部费功夫,阿森娜开场问公,前四分钟就有四次射门, 其中两次射门都是来自同一个角球,在阿尔大尼发出右侧角球之后,蒙雷亚二头锤冲顶,他的这次射门其实毫无威胁,主队门将瓦格纳已经做出了扑球动作,然而,帕帕斯塔索普洛斯却恰好出现了皮球与门角之间,用一记非常规的动作将球打入了球门,已经提前倒地的瓦格纳,只能募送了皮球入网。 第七次被阿尔大尼出场的希腊中尉轻松打入了橱子球,在打入了此球之后,帕帕斯塔索普洛斯已经连续八个赛季破门,上一次未能破门还是效力AC密兰时的2010-11赛季,在其职业生涯里,希腊中尉仅仅三个赛季未能破门。 值得强调的是,在艾美利执教之后,阿尔森娜的角球战术更加丰富,除了帕帕斯塔索普洛斯的这个进球之外,维尔贝克同样利用角球得到了破门良机,可惜他的投球冲顶稍稍高出。 对阿尔森娜来说,帕帕斯塔索普洛斯的橱子球,还颇具象征意义,他成为自1996年1月的格伦海尔德以来第一位从来没有在温和时代出场。 这位阿尔森娜进球的球员,为阿尔森娜打入第二球的史密斯罗是三人中最年轻的球员,也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之一。 史密斯罗10岁时就加入那阿尔森娜清逊,2016-17赛季被提拔入U23。 在季前赛时,史密斯罗被招入一线队,并且在对马的里竞技时破门得分,18岁生日当天,史密斯罗在对巴黎胜着尔曼一战送出了助攻,如此出色的表现让史密斯罗在7月31日与俱乐部签下了职业合同,艾美里认为他有着巨大的潜力。 在本赛季,艾美里也多次给史密斯罗出场机会,对阵波尔达瓦·莫尔斯克拉时,史密斯罗完成了出子修,并且成为第一名被埃森娜出场,的出生于2000年以后的球员。 对卡拉巴克一战,史密斯罗第一次首发出场,但他显然有些出生牛都不怕苦,上半场就有三次射门,占到了全队射门的三分之一。 同时,史密斯罗还有三次突破,位居全场之首。 能突能射的史密斯罗还在下半场,展示了自己的决定性,主队在中场休息之后继续猛攻,甚至将球送入了球门之中。 可惜,越位在先,就在马达托夫措施得分量机之后不到一分钟,一握笔的分球就让史密斯罗得到了好机会。 阿森纳新兴的处理球相当冷静,用脚一趟之后冷静的产射破门,打入阿森纳,处子球之后,只有18岁67天的史密斯罗成为第一名为阿森纳破门的00后球员。 同时也成为自2011年8月张伯伦18岁43天以来为阿森纳破门的最年轻球员。 在三名打入竹子球的球员中,共多起其实是表现最差的,即使是在破门之前,法国中场还在本方半场出现低级失误,导致对手获得反击机会。 只是传球打在了艾梅加拉的脚后跟上,才没有让主队形成威胁。 而在第六十分钟,共多起在回房时仓促出脚,结果竟为变成了射门。 谢谢打入了乌龙球,拖雷拉出场之后,共多起得到了解放,其位置更加靠近对手禁区。 这位19岁的法国中场大入出竹子球奠定了基础,比赛的第七十九分钟,拉卡的特索路横船,进去湖的球之后,共多起换开角度,之后又较低射二元脚破门。 与防守时出现的失误相比,共多起从停球摆脱到射门一气呵成,无可挑剔。 此球不仅是共多起阿森纳生涯的竹子球,更是其俱乐部生涯的竹子球。 此前效力洛里昂时,共多起两个赛季出场,二十六次从未破门,甚至在2016-17赛季,为洛里昂比对出场二十四次,也没有进过球。 不过,共多起在为法国幽19、幽20出场的无偿比赛里打入了两球。 尽管艾美里沦修了大部分主力,赫齐尔,拉卡德特也替不出场,首发出场的一卧比,梅尔贝克也为弄破门,但三人打入出自球还是展示了,阿森纳球员更为强大的实力。 在射门术、射政术将差无几的情况下,艾森纳最终却已散球大胜。 欧洲联官网记者阿特耶夫指出,尽管卡拉巴克一度占据了主动,但更出色的球员往往是那些更会把握机会,而不是跑动更多的球员。 这就是骑兵与枪手之间的区别,阿贝尔。